我们请看《猎王记下》第六章 请看《猎王记下》第六章 从第八节到二十三节 《猎王记下》第六章 第八节到二十三节 第八节 《亚兰王与以色列人争战 和他的臣仆商议说 我要在某处某处安宁》第九节 神人打发人去见以色列王说 你要谨慎不要从某处经过 因为亚兰人从那里下来了 第十节 以色列王猜人去窥探 神人所告诉所警戒他去的地方 就防备未受其害 不止一两次 十一节 十一节 看他在哪里 我好打发人去捉拿他 有人告诉王说他在多摊 十四节 十四节 王就打发车马和大军往那里去 夜间到了围困那城 十五节 十五节 神人说不要惧怕 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 十七节 以利沙祷告说 神啊 求你开这少年人的眼目 使他能看见 神开他的眼目 他就看见满山有火车火马 围绕以利沙 十八节 十八节 敌人下到以利沙那里 以利沙祷告神说 求你使这些人的眼目昏迷 神就照以利沙的话 使他们的眼目昏迷 十九节 十九节 以利沙对他们说 这不是那道 也不是那城 你们跟我去 我必领你们到所寻找的人那里 于是领他们到了撒玛利亚 二十节 他们见了撒玛利亚 以利沙祷告说 神啊 求你开这些人的眼目 使他们能看见 神开他们的眼目 他们就看见了 不料是在撒玛利亚的城中 二十一节 二十一节 以色列王间他们 就问以利沙说 我父啊 我可以击杀他们吗 二十二节 二十二节 回答说 不可击杀他们 就是你用刀用割乳 用弓乳来的 岂可击杀他们呢 当在他们面前 摄摆饮食 使他们吃喝 回到他们的主人那里 二十三节 二十三节 王就为他们预备了许多食物 他们吃喝完了 打发他们 回到他们主人那里 从此亚兰军不再犯 以色列净了 各位弟兄姐妹 大家平安 就在北国 以色列王 约兰王 座王的时代 当时 当时 以利沙做先知 当时 最直接的敌人 就是 亚兰人 这个亚兰人 是在当时 以色列国的北边 如果用当时 的军力来说的话 当时 以色列人 绝对不是 亚兰人的对手 那为什么神的选民 会落到这种地步呢 因为以色列百姓 常常犯罪 所以神就借亚兰人的手 来惩罚以色列百姓 但是神还是慈爱的 所以神在惩罚以色列百姓的同时 神也拆先知来警告他们 我们请看 历代之下 历代之下 三十六章 前看历代之下 三十六章 十五节 历代之下 三十六章的十五节 主他们列祖的神 因为爱惜自己的名 和他的居所 从早起来猜遣使者 去警告他们 神是慈爱的 神爱他的百姓 所以神在惩罚百姓之前 总是先猜先知传警告 要来唤醒以色列百姓的信仰 同时神也常常借着先知 来施行拯救 救他们脱离敌人的手 以利沙所做的这一件事 就是一个活生生的实力 当时亚兰人常常侵犯以色列舰 甚至于常常设计谋 突击以色列百姓 但是我们看到每一次都没有成功 为什么 不是以色列的军队比较强 而是神事先都告诉以利沙先知 但是由于在来身边 告诉以色列百姓教 给他们称之事 所以,雅兰王每次都沒有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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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不是一次、兩次 這不是一次、兩次 而是很多次都是這樣 所以,雅兰王也嚇壞了 雅兰王懷疑說,是不是我裡面有內奸 這是王最怕的事情 其實沒有 其中,有一個臣仆比較了解內情 就告訴雅兰王 那一定是以利沙仙子 因為仙子能夠靠著神 遇知未來 仙子能夠靠著神 甚至仙子能夠靠著神了解機密 所以,你所計劃的他都知道了 所以,你所計劃的他都知道了 哇,這個雅兰王終於清楚了 難怪啊,這麼厲害 那怎麼辦呢 很簡單啊 對付一個小仙子 那還不簡單 派大軍去把他抓起來 不就解決了 啊,於是這個雅兰王就打聽消息啊 啊,以利沙仙子現在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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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打聽仙子的消息也很簡單的 啊,以利沙仙子現在在哪裡 要打聽仙子的消息也很簡單的 馬上有人通報 多灘城 啊,我們就馬上派大軍 啊,以利沙仙子 趁著夜間去圍圍那個城啊 把那個圈圈圍圍圈圍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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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让先知有逃跑的机会 第二天一大早 当然神人的仆人先起床 他先出去 结果一看不得了 怎么整个城都被亚兰军团团围住 我们中国话这个叫做 这下子完蛋了 所以这个仆人就赶快跑回来告诉主人 他没有什么话可以讲 只有一句话 意思就是说不好啦 完蛋啦 你说怎么办啦 逃不了啦 换句话说我们死定啦 我在想也许这个时候仆人没有办法了解一件事情 为什么以前神人那么厉害 每一次亚兰军要去哪里他都知道 那这一次亚兰军要来抓先知 先知自己竟然不知道 是不是神也有失误的时候啊 我们看一节圣经 看一节圣经 请看撒摩尔记上 看撒摩尔记上 十五章 二十九节 看撒摩尔记上 十五章 二十九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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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色列的大能者 比不知说黄 也不知后悔 因为他 回非是人 绝不后悔 这里说神不知说黄的 因为神是真实的 因为神是全能全知的 因此神跟人绝对不一样的 人会失误的 但是神绝对不会失误的 那既然是这样 为什么这件事情 会变成这样 其实道理很简单 主要是神要试验人的信心 我们看立代之下 请看立代之下三十二章 看立代之下三十二章 第二章 第十二章 第九节 二十二章 第七节 神有時候要考驗人的信心 看看你的信心有多大 這裡我們看到西西教的信心 雖然面對強大的亞洲王跟他的軍隊 但是他一點也不去話 他反而很勇敢的勉勵當時的百姓 也不被恐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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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當一個人面對困難的時候才可以看出他的信心的大小 很明顯我們看到虎人的信心是不足的 同時我們也看到伊莉莎的信心是十足的 伊莉莎一點也不緊張 真的是大丈夫臨為不亂 他不埋怨人 他也不埋怨神 他信心十足 他相信神永遠都是對的 他知道他所依靠的是又真又佛的真神 是無所不能的神 所以他就安慰仆人 不要怕 因為我們同在的比與他們同在的更多 話雖然是這樣講 但是人很現實 我們常常說現實總歸是現實的 對仆人來說 安慰安慰是好的 但是不太實際 甚至簡直是開玩笑 因為他都拿了一件事 明明只有我們兩個人 還有一點點的小老百姓 明明雅蘭是那麼多的軍隊 你怎麼說與我們同在的比與他們同在的更多呢 對仆人來說他想不通 而且他也覺得不太實際 然後他也覺得不太實際 於是伊莉莎就祈禱神 求神讓他看見 看見什麼 看見屬靈的那一幕 於是神就開他的眼睛 他一看不得了 是滿山的火車火馬 也許這一生他從來沒有看過那麼多的軍隊 而且這些火車火馬正圍繞著伊莉莎 團團圍繞 團團圍繞 這些火車火馬正圍繞著伊莉莎 團團圍繞 真的是不可思議 我們請看詩篇 請看詩篇三十四篇 詩篇三十四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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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節 他就他們 神常常派使者在敬畏他的人 視為安寧 他就像火車火馬圍繞著伊莉莎先生一樣 真的不可思議 但是對仆人來說 怎麼以前都沒有看過呢 更糟糕的是 怎麼以前我都沒有感覺到呢 這一次總算親眼看見 所以對仆人來說 他不得不信 其實對神來說 天底下並沒有難成的事情 神要拯救人很簡單的 不需要用刀槍去突圍的 神自有他巧妙的方法 於是伊莉莎就禱告神了 求神讓所有敵人的眼目 全部昏下 結果真的這麼多的敵人 每個眼睛通通看不見 竟然不知道 站在面前跟他們說 那個人就是他們要抓的伊莉莎 竟然認不出這個城 就是他們圍困的那個多灘城 竟然找不到他們應該要走的道路 就好像當年羅德一樣 兩個天使住在羅德的家 許多人圍在門外 要抓這兩個人出來 羅德出來勸結 也一點都沒有用處 結果神的使者把羅德拉進去 所有的人眼睛都看不見 所以 los ángeles extendieron las manos 然後他們進入了 然後他們進入了 其他人的軍隊 也一樣 最後 竟然認不見伊莎 帶他們進入 以色列人的國度 沙瑪利亞城 那是以色列王的所在地 當然有重兵駐守 所以這些人簡直是 要說 自投羅網 很奇怪的是 從軍長到士兵 沒有一個人發覺 這就是神的能力 等到他們全部都進入 沙瑪利亞城以後 una vez que el ejército de los sirios entraron en la ciudad de Samaria 伊莎在求神說 開了這些人的眼睛 使他們能看見 於是神就開了他們眼睛 他們真的看見了 糟糕 怎麼跑到 沙瑪利亞城裡面來 原本不是要去抓人嗎 現在怎麼自己變成俘虜 當然這些人 怎麼想也想不通 神的作為本來就是人 沒有辦法預測 但你無法預測 但你無法預測 許多天 看《羅馬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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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章 看《羅馬數》十一章 看《羅馬數》十一章 Romano capítulo 11 versículo 33 圣在神奉悟的智慧和知识 他的判断何其难测 他的终极何其难寻 34 谁知道主的信 谁做过他的模式呢 35 谁是先给的他 使他后来偿还呢 36 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 依靠他 归于他 愿荣耀归给他 直到永远 阿们 神的脚中 没有人能够测到 因此 当以色列王看到这种情况 他觉得这是一个好的机会 不过心里面又怕怕的 就问伊莉莎先知 可不可以趁着现在 把他们全部都杀了 能够用这种情况 把他们都杀了 伊莉莎很直接的回答 不可以 伊莉莎说 不可以 就算是打仗 乱来的人 你也不可以随便乱杀的 因为这不是信神的人 带敌人的道理 因为这种情况 因为这种人 不可以随便 的方法 的方法 因为这种状态 的方法 因为这种状态 的方法 不可以随便 的方法 我们请看 罗马术十二章 罗马书十二章十七节 不要以恶报恶 众人以为没的事 要留心去做 十八节 若是能行 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 十九节 亲爱的弟兄 不要自己伸冤 宁可让步听凭主怒 因为经上记着 主说伸冤在我 我必报应 二十节 所以你的仇敌 若饿了就给他吃 若渴了就给他喝 因为你这样行 就是把炭火 堆在他的头上 二十一节 你不可 唯恶所胜 凡要以善胜恶 真的 冤冤相报何时了 其实对信神的人来说 真正的仇敌 不是肉体的人 应该是魔鬼 应该是罪恶 更应该是自己的私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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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Elisa先知 告诉以色列王 因此 为了说 Elisa 他说 当在他们面前 设白饮食 让他们吃饱 让他们吃饱 喝毒 然后才打发他们回去 以色列王 以色列王真的照着 Elisa 所说的去做 结果换来了 很难得的友谊 从此亚南军 有一段时间 不再侵犯 以色列的境内 真的很不简单 这是一场很奇特的战争 因为没有一个人正亡 这也是一件很大的神迹 因为神很奇妙的 再一次拯救以色列人 跟Elisa先知 不但是这样 这更是一篇很好的道理 因为这里面 蕴藏着丰富的 属灵教训跟意义 不过由于时间的关系 我们今天下午 仅从眼目的角度 来看看这里面 所描述的三种人的眼目 第一是敌人的眼目 第二个是仆人的眼目 第三个是仆人的眼目 我们常常说眼目是灵魂之窗 都是说眼目是灵魂之窗 非常重要 所以耶稣才这样说 我们请看路加福音十一章 看路加福音十一章 三十四节 路加福音十一章三十四节 如果是你全身光明 毫无黑暗 就必全然光明 如同灯的明光照亮 眼睛是身上的灯 这不只是指着肉体上的眼睛 我们宁心上的眼睛 我们宁心上的心眼更是如此 如果一个人宁眼能够明亮起来 如果一个人宁眼能够明亮起来 那么他的全身就光明了 因此我们必须常常在心里面的心眼 首先我们来看看敌人的眼目 我们来看看敌人的眼目 敌人的眼目是一种肉眼明亮 心眼昏眼的眼目 我们看到为什么后来 神使他们的肉眼昏瞎了呢 这就好像当年保罗 当主耶稣拯选保罗的时候 用光照他 他眼睛看不见了 那么有人问说 为什么主耶稣要让他的眼睛 暂时看不见了 最主要主耶稣要让他知道 原来你的心眼是下的 你自己不知道 他逼迫教会 以为自己会神在大发热心 搞错了 因为他们看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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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们当然也看不到自己 当然他更看不见自己 所做的事是对或者是错 搞不清楚 因此他们贪得无厌 任意攻击神的百姓 只是为了要得到一点利力 尤其当自己的计划被先知识破了以后 但他们看不见了 他们看不见了 这个神职和我做对 他们看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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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神职和我做对 所以他们才想抓先知 想害先知 甚至想杀先知 他们以为这样就能解决问题 其实这种观念是错的 我们看看当年的沙罗王 为什么沙罗王一直要杀大卫 因为他总觉得大卫是来抢我的王位的 所以他看不见了他自己 他不知道是因为神不让他做王 他看不见了自己所行的不合神的主意 这就是二人所行的最大的原因 请看诗篇 请看诗篇36篇 第一节第二节 诗篇36篇第一节 二人的罪过在他心里说 我眼中不怕什么 第二节 他自夸自媚 以为他的罪孽终不显露 不被恨恶 这就是恶人的特色 这种特色就是心中无神 目中无人 所以这种人肉眼虽然明亮 心眼却是混产 其实我们来看看先知仆人的眼目 这种眼目是只准眼见不准信心的眼目 我们相信先知的仆人 应该立志跟随先知许多年 他更应该从先知的身上看到许多神的作为 我想这些他都相信 他应该不敢不信 他应该不敢不信 但问题是他的信心是透过先知来的 神对他来说 好像是遥不可及的东西 所有是有啦 但是摸不到 也看不清 这种人不像敌人心眼昏虾 但是他却像一个近视眼的人 模糊不清 所以在他的信仰旅程里面 很少有自己的体验 因此当他遇到危难的时候 你看他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 他第一个想到是人 不是神 因为人总比神实际一点 他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 他所看到的是什么 是敌人强大的军队 是我们只有两个人 是这个城市有些小百姓 他所看到的就是这种恶劣的环境 这种恶劣使他心情跌入骨底 因此他所发出来就是叹息无奈爱在我主 请问这种心情有用吗 请问这种心情有用吗 但这种心情有用吗 我们也疼真的没有用 而且有害的 不断经理 不断似它 所以这种心情有用吗 那种心情有用吗 诶 怎么办呢 只有一个方法 只有一个方法 一种方法 求神开他的心情吧 让他能够看见 让他看见火车火马 让他看见神的能力 这样才有可能重振他的信心 只不过这种看见才相信的信心 太迟钝了 但这种信心是很严重的 就像那个托马 我们请看《Yohan福音》 《Yohan福音》二十章 《Yohan福音》二十章 请看二十八节 我们从二十七节看 就对东马说 伸过你的指头来 摸我的手 伸出你的手来 探住我的肋旁 不要疑惑 总要信 二十八节 东马说 我的主 我的神 二十九节 耶稣对他说 你因看见了我才信 那没有看见就信的 有福气 东马因为看见 所以他信 但是主耶稣说 这种福气是小的 但这种福气 还没有看见就信的人 大有福气 这又好像 那个《Yohan福音》二十四章 我们看 《Yohan福音》二十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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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ucas》二十四章 《Yohan福音》二十五 耶稣对他们说 无知的人 先知所说的一句话 你们的心 信得太迟钝了 这两个人 跟主耶稣一路在谈话 但是他们的心也迷糊 竟然不知道 跟他们讲话的 就是他所信的主 所以虽然后来 他们知道了 但是主耶稣说 你们的信得太迟钝 这种信心就是 只凭眼见的信心 这种信念 常常是模糊的 最后我们来看看 先知的信心 我们先看 《Yohan福音》二十四章 第七洁 第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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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憑著信心,不是憑著眼見 神所要我們的信心,就是這種信心 那這就是先知的眼目啦 這種眼目是非常雪亮的 所以他不只能夠看穿亞蘭人的詭計 同時他也能夠看見自己的軟弱 他知道自己不能做什麼的 因此他懂得凡是要依靠神的 他對神有無比堅定的信心 尤其是當他面對困境的時候 他能夠離怒一不亂 他所看見的不是環境的惡劣 也不是敵人的凶狠 更不是自己的無能 他看見的是神的大能大力 他相信只要神願意 雖然我不行 但是一定能夠突破困境的 他相信神一定能夠救他脫離敵人的手 就這樣我們看到他的眼目 從問題轉移到神的身上 他不會在問題裡面一直繞一直轉 他不會被事上的人、事物給困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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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眼目的突破非常重要 是非常重要 所以他只會一味道相信 雖然不一定要看見火車、火馬 對伊莉莎先知來說 他不一定要看見 但是我們相信火車、火馬 早已經在伊莉莎的內心深處了 這種看見在他內心的身上 凝聚成一股無比的力量 帶著他能夠突破包圍 走向光明 今天不管是我們個人也好 或是我們家庭也好 或是我們家庭也好 或是我們教會也好 真的,我們難免不會遇到問題的 患難總是有的 有人就會有問題的 所以有時候我們被陷在困住裡頭 如果有一天我們身處困住 如果我們身處困住 如果有一天我們身處困住 一天我們身處困住 我們出事 請問我們是用哪一種眼目的看見 我會問你這個, 粉絲對於以為, 做什麼的眼神? 是敵人的眼神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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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是像是敵人的眼神呢? 是視乎我們是一位的怪罪別人呢? 還是要 accused自己的眼神嗎? 還是要查一下自己的眼神? 请问我们只知道 爱生叹气呢 还是懂得仰望神来重新得利呢 请问我们是凭眼见在看 还是凭的信心在看 请问我们是靠着人呢 还是在靠神 更请问我们是 是凭临绝望还是充满希望 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最后我们来看一节圣经 请看哥林多前书第二章 哥林多前书第二章 十五节 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十五节 primero a Corintio capítulo dos versículo quince 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 却没有一个人能看透了他 属灵的人应该看属灵的眼目 就好像先知一样 应该有啊 所以他能看透万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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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有时候他不被人所了解 但是这个没有关系的 因为这是必经的过程 我们相信有一天一定会证实的 因为这种看法是对的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每一个人 都有先知的眼目 用这样来突破种种的问题跟困难 凭着信心跳出问题的框架 仰望神的大能大力 更要紧的是求神帮助我们 能够突破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境 不要只看见事情或者人 跟我们的关系 而应该看那个在后面最后做决定的神 这样才有办法打开心结 就好像以利沙先知 让仇敌成为朋友 这样才能够